HELLO 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的视频呢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故宫新出的这个600年的限定时空系列的新彩妆 你们都还没有收到吧 就我收到了 这就是盘验 首先是说包装吧 我觉得从外壳这个包装上面 我就觉得它今年做的非常的用心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不是单纯的只是印个印花在上面了 它会做一些这种烫金还有一些这种纹粒的细致的东西在这个外壳的包装上面 然后再说到这个产品的包装呢 它也不是那种塑料感很强的一个外壳了 它这个外壳呢质感还是挺不错的 那人家都是做什么春日限定啦 春夏限定啦 还有什么圣诞节限定啦 情人节限定啦 故宫就真的是非常的牛 它直接做了一个600年的限定 这谁能比得上它呀 我的天 那虽然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家那个送给我的PR礼物 但是有一说一产品好不好 我们还是打开来试用一下再说 直接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首先我们先来上底妆 因为最近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正好想试一下苏库的这个 之前我用它的时候呢 脸上的状态挺好的 没有什么泛红还有瑕疵 用起来就是那种很干净很好看的奶油肌 现在看有瑕疵的话 它的表现能力是不是还依然很棒 OK我们就来订个妆 接下来呢我自己会一般先化眉毛 我今天眉头这个地方长一颗痘 然后所以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难化 太疼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先化这个眼影 它这个眼影的盘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搭配吧 然后这一边呢我觉得是比较实用性的 像有橘色系粉色系 而且都是偏暖色调的 所以黄皮的话用起来也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像这左半边呢 就是比较跳脱的一些颜色 比较猎奇的一些颜色 但是如果你喜欢玩彩妆 然后画一些比较特殊的妆容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到这个来玩一下 这样子我觉得两个方面它都可以兼顾得到 所以这个盘子呢还是挺值得入手的 先摸一个珠光色 珠光很顺滑 不过因为珠光本来就是比哑光的要好做一些 所有的牌子都是珠光做的比较顺滑 然后这个是云母的一个闪片 有一点点飞了在我手背上面 但还是一个很好看的颜色 但因为好像这种大的闪片都比较容易飞粉 然后下来呢是一个橘色的 带有金闪的一个珠光色 对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橘色 有点像那种夏日的橘子漆水一样 如果你喜欢这种比较清透的妆容 可以用这个来画一画 这个颜色我会更喜欢一些 好像这一盘的显色度都不是太高 我刚刚就是抹在这个手臂上面 我都抹的挺用力了 抹了好几层 它都不是特别特别的显色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有好有化吧 对初学者来说的话 显色度不是很高呢 你会比较容易上手 比较容易晕染 不会化脏 但是如果你想要化那种很浓重 比较浓的妆的话 就稍微有一点点难 要多刷几次 下面呢就是一个纯哑光的玫瑰粉色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也挺顺滑的 好像有一丢丢在我手臂上面有结块 但是因为我手臂上面的毛特别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毛的关系啊 你看它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粉一些 深一点点的胭脂粉 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如果是黄皮的话 我觉得涂它也是OK的 那这个颜色的显色度就比较高了 它是一个比较偏紫一点的珠光 稍微带一点点眉红的感觉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也蛮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色系的妆容 所以的话我们就下面一位 这个紫色看起来很深 但是上手却蛮清透的 一个银色的 提亮的颜色 看不出来什么 就是一个bling bling的感觉 像银河一样 还蛮好看的 而且这个摸起来很软糯 我觉得它的粉质比上一次就是去年的那个的粉质要好很多 就摸起来明显的觉得很顺滑 下面是一个超级超级闪的大亮片 这个亮片的话它带有一点点的黏性 我以为这个蓝色会很深 结果也是这种比较清透的蓝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用 可以用来做叠加 宝石蓝 哇哦 这边的颜色真的有一点点出乎我的意料 这个颜色的显色度就是很高了 它也是带有非常强的这种光感的 就是有一点偏光的感觉 OK 这两边就已经都试完了 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粉质是还蛮不错的 但是珠光呢还有一些闪片会有一丢丢的飞粉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啦 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上眼 想用我刚刚最喜欢的这个肉桂粉色来打个底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这个 亚光的这个颜色 铺在眼睛的后半段 它是压的比较松软的那种 所以它真的有一点点飞粉 你看我是刚刚在晕染我的眼睛的上半部分 就上眼皮嘛 但是你看我现在下眼皮这个地方 它也有沾染了一些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 云武的这个紫色的这个亮片的颜色 真的很好看 其实上眼 然后呢我想加一点点这个大的闪片 在我的眼皮上面 不知道会不会好看 我们现在试一下 这个呢用刷子是不太好取的 因为它有一点点的粘性 然后它也是这种比较大颗的闪 所以最好就是用手指取就是可以了 OK 眼妆就完成了 感觉今天画的有点夸张 就主要是想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显色度 还有它刷出来的感觉 我觉得总体来说是还挺漂亮的 你们先看一下 OK 眼妆完成 然后我们来刷个腮红 其实它这个系列是有一个腮红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它没有送给我 我这个人真的是贪得无厌 人家已经给了我这么多PR礼物 然后我还希望人家再把腮红也送给我 就是 我是为了妆容的完整性对不对 所以我就自己随便抓了一块 这个是Canmake的05 是一个新色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就是比较粉嫩的一个杏仁色 是感觉它跟什么妆容都可以搭配得上 比较高级的一个灰杏色 接下来呢我们来刷高光 高光呢就是它的这个时空系列的这个高光 外边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烫金的一个月亮 超级美 你看这个光泽 然后它是像做成这种小抽屉型的 把它抽出来 我跟你说 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外壳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它不是做成那种平平整整的一个外壳 它是外面是做成这样子 有棱角 就是有很多切面的这样子的 做起来就像一颗宝石一样 非常非常的有光泽 而且它这个玻璃里面呢 是有这种细细密密的闪 真的就像那种星空银河一样的 然后它打开呢 打开里面我稍微有一点点的失望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印花做的没有很精致 就是一个月亮的感觉 但是反正这个产品是用来用的 我觉得就如果它做的太精致的话 我可能还舍不得下手 现在的话呢我就直接这样 撒上去就可以了 好像刷子沾的不是很多 我用手摸一下看 哇手摸着感觉这个触感好好 就是很软 然后有点湿湿黏黏的 不太像是就是那种粉状的高光 我感觉它会跟你的皮肤贴合的非常的好 但是它有一点点不太理想的是 我上脸之后发现它是偏冷掉的一个闪光 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比较黄黑的话 这种冷光就是偏紫偏蓝色的冷光 在你脸上是很灾难的 但是它真的很细腻很细腻 它有点像那种褶离的质地 嗯它不是粉状的 我之前以为它是粉 它是褶离的 而且很湿润 就是你把它这样子抹在你的 颧骨上面这个C区这样打一下之后 它就完完全全的被吃进你的皮肤里 是像你的皮肤那种由内而外透出的光泽感 特别特别的美 而且就是完全没有写毛孔 因为我不是之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跟你们说我最近皮肤状态不太好嘛 所以眼下这里是明显的可以看到 很多这种小疙瘩的凸起来的小点 然后它上了高光之后呢 并没有让这些凸起来的部分更明显 反倒是有一点点压下去 嗯就是一个很细腻 而且不会写毛孔的高光 这个质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颜色 它为什么要做成偏冷色的 这点我实在是不明白 最后一步就是口红了 珠红色 一个是工墙红 那我们直接先来手背上面 给大家划一下这个色 工墙红 工墙红 一个非常好看的肉桂红色 嗯非常的适合黄皮 看起来呢也很就是很显白的很显气质的那种颜色 但是跟我今天的妆容稍微有一点点不太符合 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珠红色 这个应该是片大红的一个感觉吧 珠红色呢就会更加的鲜艳一点 更红一点点 确实就是像那种 正宫娘娘的颜色 就是大红色的那种感觉 两个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那我今天选哪个呢 我觉得珠红吧 好像跟我眼影的颜色比较搭一些 哇这个珠红色真的就是一个 大红色的感觉 其实跟今天的妆容也有一点不搭 但是我只有这两个颜色也没有办法了 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顺滑 非常好涂的那种 就是你一抹在你的嘴巴上面 它就可以很很好的附着在你的嘴唇上面 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 如果你是比较深的唇色的话 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直接涂这个 它也是可以覆盖掉你本身的唇色 而且它不是那种很干很干的哑光质地 其实我这样子看 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全哑光的感觉 它会有一丢丢的 有一点点慕斯奶油的那种状况 有一点点细微的光泽感 如果在灯光下面看的话 还是挺好看的 最主要是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 太干太干的哑光质地 它会让我的嘴巴很不舒服 然后它呢也不是那种很轻薄的 它在你嘴巴上面是会有一点点的存在感 我们来试一下它沾杯的情况怎么样 还可以不会掉很多 然后如果你喝水或者怎么样的话 它应该还是会停在你嘴巴上面停久的 其实还可以没有掉到很多的程度啦 我觉得服装的话肯定是需要的 好像我刚刚把嘴唇上面的那层光泽 我抿掉之后我觉得现在这样看会更好看一点点 会更哑光更有质感一些 OK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妆容就已经化完了 我来整理一下自己 这个宫灯耳环呢也是他们故宫出的 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虽然我日常里面不太用得上 咦怎么穿不过去 OK现在的妆容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下面到了臭美时间